热血漫画中有一个经常沿用的套路 那就是与主角同期的新人 往往都拥有极高的悟性 能短时间内快速得达到一线强者的水平 鬼灭之刃自然也不例外 主角炭治郎这一期的鬼杀队成员 一共五人 分别是炭治郎 善意 一支柱 相当护活悬迷 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五人远超常人的五感吧 一 炭治郎 从本作第一话开始 炭治郎惊人的嗅觉就有所展现 他能够凭借鼻子闻到鬼的气味 不过范围并不大 大概也就是十斤米的样子 在东京片中炭治郎曾和五惨有过接触 发现了五惨的真实身份 直到主角看过五惨之前 鬼杀队成立三百年 完全没有察觉五惨 其实就隐藏在人类之中 可见炭治郎的嗅觉有多强 二 善意 善意同样拥有一种超常的五感 那就是听觉 在打鼓鬼片中 首次使用听觉能力 该听觉不仅能辨别是人是鬼 甚至能够取人的情感 从而了解对方是否有杀戏 这也是为什么他每次发动雷之呼吸时 都闭眼的原因 因为听觉使他能瞬脚找到鬼的位置 这使善意发现 一豆子并不是坏鬼 三 一只柱 一只柱在婴儿时期被母亲放到了河里 随后独自在山林长大 自创了受之呼吸 并且成为了鬼杀队的一员 由于常年与野生动物为伍 所以他的触觉相当敏锐 可以感受到整片森林与鬼的所在 一只柱是五人中感知范围最广的 也是最不容易被干扰的 四 香奈呼 香奈呼是虫柱的祭祀 早期就拥有接近柱的实力 曾训练过探志郎等人 在无限成天中与上线二交手 使出了极限动态视觉 可以看清敌人所有的攻击 虽然该能力非常强悍 但是也有弊端 那就是使用时会对眼睛产生压迫 眼睛容易受伤 在与同位一战之后 香奈呼的一只眼睛瞎了 不知他时候还能再次开启视觉的能力 五 玄迷 无感之中还剩下味觉 而玄迷拥有吃鬼后得到鬼的体制的能力 所以很可能就是特殊的味觉吧 目前不确定是否只有玄迷才有这个能力 大家觉得哪个无关远超常人最有用处 留言让我知道 谢谢大家 这期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可以点赞订阅我 我们下期见